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中間中國的 但是請問一下從外面的機構明顯釋出 會覺得好像怪怪的 到底有哪個媒體先釋出我不清楚 但是馬前總統要訪問中國大陸 有幾個看法 第一個 他的前提是合法 第二個他是把它定位為親人交流 跟親情也就是記住 第三個他是符合當前的政府政策 蔡英文總統在去年10月10號 還有今年元旦的文告裡面都特別提到 後疫情時代要進行健康有序的交流 所以基本上是符合前面三點意見 我們也呼籲綠媒或者是蔡政府 或者民進黨不要抹黑不要抹紅 謝謝你的建議 我希望馬前總統也可以聽得到 因為這個情況非常的兇險 面對的是誰 面對的是媒體九層是掌握在蔡政府 民進黨即使是一個很正常的說法 或者是一個很平常的說法 都會被刻意放大抹黑抹紅 所以真的步步艱辛 步步兇險 今天兩萬也要暗昧 現在國民黨選策會的名單進去運動 那現在市大首長會不會共同承擔 市長曾經說這個市大首長陸列出好的方向 但是自己的選擇已經要管好 沒有錯 現在選策會即時停掉 真的是明智之舉 至於有關提名委員會的部分 我們呼籲每一位黨員 或者市長能夠盡量參與 盡量承擔 因為2024大家一起來努力 團結在一起才有希望才有機會 不團結絕對是死路一條 要不要儘快表態 其實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 什麼時候表態不重要 做好準備 做好整合 才重要 時間 當然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 對比整合跟準備好 我覺得時間 沒那麼重要 但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整合 還有準備好 才是最重要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 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 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 把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